即时新闻综合报导,比特币汇率今年一路飙涨,曾达到1比11000美元,约新台币33万元。 英国有位工程师霍威尔斯,James Hallows,声称他把等值7400万英镑,约30亿台币的比特币存在硬碟的电子钱包内,如今却把硬碟弄丢了。 据《静报》报道,霍威尔斯2009年开始在笔电上为比特币挖矿,前前后后得到7500比特币,等到他停止挖矿时便把笔电拆解并在eBay卖掉电脑零件。 不过他有好好保存硬碟,因为里面的电子钱包存了他全部的比特币,霍威尔斯只是在等待升值的那一天。 然而,在2013年大扫除时,他一时疏忽把这个硬碟丢弃,放进药送到纽波特,Newport,垃圾掩埋场的垃圾桶里,因此硬碟如今可能被埋在树前盾的废弃物之下。 霍威尔斯目前正在寻求纽波特市议会的批准,好让他去挖掘硬碟,他相信可以透过丢弃的日期来估算硬碟在野埋场中的深度和位置。